洛杉矶时间10月19号 第四届泥山国际讲坛在美国洛杉矶享有盛名的亨廷顿图书馆成功举行 第四届泥山国际讲坛以中国领先企业的成长模式为话题展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的院长陈冲花教授在主题演讲中 结合他多年的对宝钢、海尔、联想、TCL、华为等中国领先企业多年的研究追踪 讲述了这些企业在十年当中能够保持领先的原因和发展战略 让与会者了解到中国领先企业的成长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和泥山国际书屋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文版《领先之道》举行了首发式 该书英文版的海外发行将推动中国管理学走向世界 并深化世界管理学界对中国管理学的深入了解 邀请中美著名管理学家共同探讨企业管理之道 交流中美管理学最新学术成果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外举办的讲述中国管理故事的学术论坛 促进了中美管理学界、企业界的相互了解 进而推动了中美文明交流 随后向陈冲花教授等贵宾颁发国会贺壮 оссия وس 作为